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一个特别的数,叫做伯努力数 那这个数跟黎曼函数的批凡根有关系 也跟拉玛努金合也有一些关系 高中的时候大家都上过等差极数求和 好比说是一个码k等于1加上2加上3加点点加到n 那它等于2分子n乘n加1 然后也有敲过平方木极数的求和 就是1平方加上2平方加上3平方加上4平方加点点加到n的平方 这东西高中也有算过等于6分子n乘n加1乘2n加1 那这个问题可以扩大成summationk的m次方 也就是说它等于1的m次方加上2的m次方加上3的m次方 加点点点加到n的m次方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在18世纪的时候 然后瑞士的伯努力家族中的亚克伯伯努力呢 就好好研究过这个问题了 在他1713年出版的Arts Conject Dandy就有推广这个问题 推广到m等于10的情况 而他发现了这个木极数求和可以写成一个特殊的展开公式 由2向式系数与伯努力数组合而成 展开式如果都是正号或是正负交错则会影响B1的正负号 然后B的基数项除了B1以外其他都是0 现在一般使用B1等于负二分之一 就是木极数展开项会呈现正负交错 如果木极数展开项都是正的 就是早期的文献则B1等于二分之一 我之后会用到YOLA MAC老龄求和公司 我会使用早期的定义就是B1等于二分之一 那这个系数要注意就是你用的定义 还要注意一下B1的正负号 两者的深圳函数也不一样 B负的话我这边是头影片的蓝色部分 B正的话是头影片的绿色部分 举例来说M等于一的情形代公式 我们可以得到二分之一B0N的二次方减B1N 我们高中算过1加2加3加点点加到N的结果 就是N乘以N加1去除以2 展开check得到二分之N的平方加上二分之一N 比较的系数我们可以得到B0等于1B1等于负二分之一 那如果以M等于2的情形来说 代公式我们可以得到三分之一B0N的三次方减掉B1N平方加上B2N 高中时候也有算过1平方加2平方加3平方加点点加的N的二次方 结果就是六分之N乘以N加1乘以2N加1 于是我们展开可以比较的系数 展开的话我们它可以得到三分之一N的三次方 加上二分之一N平方加上六分之一N 比较系数可以得到B0等于1B1等于负二分之一 B2等于六分之一 关于谁先发现伯努力数呢 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亚克普伯努力是在1713年出版他的Azkanjadandi 而在前一年也就是1712年日本的官校和Seki Takakatsu日本人称算神 出版了包括夸耀算法 里面就有提到这一组系数 B0等于权B1等于取二分之一为加B2等于取六分之一为加B3等于空空就是0B4等于取三四分之一为减也就是同样的效果同样的结果 那如果交通发达一点的话东西方早点开始交流 或许大家就会发现伯努力数是先求日本人发现的 再来我要补充一个小故事 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电脑工程师是女的 阿达Loveless她就是大师伦拜伦的私生女 不过拜伦并没有照顾她 她后来是靠母亲抚养的 人类第一支电脑城市呢就是在计算伯努力数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加州Google的总部Mountain View看一下电脑历史博物馆的话 你就会在第一个展区看到她的海报 她的画像 那这边介绍一下查尔斯的插分机就可以算是电脑的雏形 主图呢就是电脑历史博物馆阿达Loveless的海报 那所谓电脑呢就是英国机械工程师设计的插分机 那亚有兴趣趣趣可以Google一下 阿达Loveless的这篇论文呢介绍了博努力数 第七博努力数这样子 成狼被称为是第一个计算机程序 再来关于前面提到的黎曼函数呢 我们讨论到负整数值 例如z等于-n的时候 当n属于自然数 Zeta-n它其实有公式 就是-1的n次方 乘以n加1分之 bn加1 就是伯努力的第n加1项 所以套公式的话 Zeta0呢就会等于b1 就等于-2分之1 所以有些人会说 什么1加1加1等于-2分之1呢 其实它是把 Zeta0等于-2分之1这件事情 跟1加1加1等于-2分之1 把混在一起 这是错的 因为当你Zeta函数里面的自变数 就是S如果是小于 它的十步如果是没有大于1的话 它不能够把写成极数展开 所以你不能说1加1加1等于-2分之1 那同样的 大家也会说Zeta-1嘛 代公式等于-2分之b2等于-12分之1 那大家也会说 1加1加1加1等于-12分之1 然后跟Zeta-1有关 其实Zeta-1等于-12分之1 但是也是一样 Zeta-1不能把它写成极数展开 所以不能把它写成1加2加3加4这样子 所以呢 大家这个东西都要搞清楚 那补充一个小东西 就是黎曼猜想 1859年提出来 到现在还没有被证明 大家有兴趣可以研究它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说 这边呢 如果Zeta-n嘛 N是自然数的时候嘛 当然Zeta-n就是 -n的话就是 它的公式就是 -1n的n次方 乘以 乘以 n加1分之bn加1 也就是说 这里面呢 会有一项是伯努力数 那伯努力数 我们知道它的奇数项 例如说 b3b5b7都是0 所以说 当N等于-偶数的时候 例如说 N等于-22-4-6的时候呢 这个黎曼函数就等于0 所以这个0 就是代表这是黎曼函数的根 那黎曼称这些根呢 叫做平凡零点 那除了这平凡零点呢 还有一些根呢 它不那么平凡 就是它不是在这个 实数轴上面 那这个地方就是说 它 你这个函数在 有些地方等于0的时候呢 它去大胆推测 这些根嘛 都有一个特色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说 我这些根的实步呢 就是等于1分之1 那的确 你看我这个图上右边 我列出了 前6个 非凡零点的根 那的确它的实步 都是1分之1 那目前找了3亿个非平凡零点 那目前找出来3亿个非平凡零点呢 它也实际上都是2分之1 那到2018年年止 过了100多年了 到现在呢 还是没有被证明出来 这个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 那最后来讲一下 黎曼函数 s等于1的状况嘛 那如果我们今天使用 那个第一积分式 直接去积这个 z1呢 直接积它就是一个 发散掉的状况 所以呢 它呢 一般来说 我们说z1是发散的 没有值 但是呢 有人说可以做特殊的手术 可以收敛 嗯 我个人是觉得呢 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下 它好像是z 就是 我们补充一下 什么样特殊状况呢 就是 大家最喜欢用的平均 就是好比说 大家很喜欢讲说 你爸跟你妈平均有一颗叉叉 就是说 这个黎曼函数呢 它很复杂 但我们取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就是 我们想要求1是多少 我们没办法直接求1嘛 那我们取1的左极限 加上1的右极限去平均好了 就是z1加ε 再加上1减掉ε z1减掉ε 然后去除以2 这东西平均等于多少 那这个 那这个函数呢 那这个函数呢 我们特别的去 呃 要先补充一个这个展开式 就是 黎曼函数的劳伦展开 那它要介绍一个特殊常数 就是 史蒂尔吉斯常数 那展开之后呢 这个ZetaS就等于1 除以S-1 加上Zamn 选 N接-1的N次方 然后 γN S-1的N次方 这是它的劳伦基础展开 那当这个N大于1的时候呢 就是通常我们会写成 同一片中间的公式 那N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会 把它写成是 下面这样的公式 γ0 那这γ0呢 它可以等于一个很特殊的常数 就是 调和极数的和去减掉自然对数 那这个就要 这个减出来结果是等于0.5772 它是一个 这个值是有极限的 它就称为 優拉·马斯克洛尼常数 那最后 我们来计算一下 ZetaS带入劳伦极数展开 然后算一下 1的左极限就是 1-0 1的右极限就是 1-0的平均 2-4相加除以2呢 就是 優拉·马斯克洛尼常数 那大约等于0.5772 所以你说ZetaE等于多少呢 我跟你说它是发散 但是呢 ZetaE如果你是说 ZetaE的左极限 加上1的右极限的平均等于多少呢 它是有值的 它是收敛成 優拉·马斯克洛尼常数